千年古墓挖出失传扁鹊遗书 遗书出土的消息传出后震惊全国 墓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经外人物 难道说终于针灸 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吗 古墓竟然出土了大量扁鹊遗书 那么墓主会是上古医生扁鹊吗 2012年夏天 四川建造三号地铁的时候 意外挖出一座规模庞大的古墓 奇怪的是 墓中的物品竟然全被一种红色物品包裹 并且棺果被泥水浸泡 却没有一点腐烂的迹象 在湿热的四川盆地内 竟然有保存如此完好的古墓 考古对专家对此十分兴奋 但在之后的清理工作中 棺果上的一个稻洞 却让所有人心凉半截 对员们心里都在祈祷 希望这个稻洞是古代盗墓贼挖出来的 不是因为古代盗墓者有职业素养 对员们之所以这么想 是棺内的那些瓶瓶罐罐 对古人而言并不值钱 他们只会盗取那些金银珠宝 而对现代盗墓贼来说 只要是古墓的东西 或多或少 所以现代盗墓贼每次行动 基本就会把墓中的文物倒绝一空 因为古墓位置正处于马路下方 考古对将一米厚的水泥挖开后 才终于见到了墓室的全貌 然而眼前的景象 确令所有人失望 因为棺果顶部可不只是一个盗洞 棺内的文物早就被搬空 原本以为此次考古就要无功而返时 但他们在清理棺内的淤泥后 却发现了一些漆木器 还有很多颜色鲜艳的墓友 这些文物虽然立刻千年 竟然还光亮如新 研究人员将这些文物的情况上报后 迅速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 并派出了更为专业的考古专家赶到四川 对这些漆木器进行特殊的保护处理 然而在接下来的清理中 便再没出现过任何文物 这不禁令四川的考古专家 感到一丝尴尬 如此行尸动众 外省的兄弟部门都来帮忙了 最后竟然就这点收获 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于是考古队员们开始更耐力的发掘 终于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 有人从棺材底下找到了一个暗阁 专家原以为这是个腰坑 这种葬石在商周时期十分流行 然而等坑洞上的泥土被清理干净后 发现这并不是腰坑 而是一个果实家层 他们猜测这应该是古人故意这么设计的 为的就是防盗 那么如此隐秘的家层中 到底藏着什么贵重的东西呢 四川成都挖出九百多只扁鸟一束竹简 这个考古发现震惊全国 上面大量的药方 甚至到现在都不过时 考古队在施工现场挖出的棺果内 只找到了一些木友 本以为棺内不会再有珍贵文物时 有队员却在棺材底下 发现了一个家层 里面极可能存放的柜中的东西 然而打开家层后才知道 如此隐蔽的家层 竟然也被盗墓贼发现了 里面只找到了几枚铜钱 和几根七妃的竹条 考古学者将竹条拿起死记端下 突然发出惊呼 竹条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古文字 两千多年前的文字 珍贵程度远非金银珠宝能比拟 因为远古十七十字读书的人 很少很少 再加上这些木读 逐渐极难保存 所以几乎不可能存留到现在 不仅如此 通过古文字研究学者鉴定 木读上使用了很多医学术语 由此来看 这应该是一份古代医术的部分内容 而写下这部医术的人名叫碧锡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神医扁鹊 所有专家面对这个结果都愣住了 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扁鹊医术 但这样一座古墓里 怎么会出土如此珍贵的重宝呢 很快 扁鹊医术出土的消息 在学界内部传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得知后 纷纷赶来 都希望亲眼一睹上顾神医亲笔著作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 扁鹊医术通天 能让死人重生 甚至还给人做过开禄手术和心脏移植手术 研究人员通过此期写读扁鹊医书 发现扁鹊的一个观点 竟和现代吸一被盗而持 相信大家都听出过一句俗语 头包配酒说走就走 这是因为头包和酒绝对不能一起服用 否则极大可能会导致人猝死 但扁鹊医术中却认为 药材需要搭配酒来服用 否则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扁鹊医术中有34个药方中 都有酒的存在 原来扁鹊认为 重要不能监住 否则药材就会失去原本的药性 而用酒浸泡则会激发药性 使药材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考古学者将这些目睹全部解读后 共整理出九套遗书 有不少配方到现在都还在发挥作用 并且扁鹊医书并非全都写的药方 其中一半内容都在讲述如何为病人诊断 这足以看出扁鹊对治病救人的方式 可能与现代也差不了多少 这和史料中记载的扁鹊十分吻合 前年古墓挖出失传扁鹊医书 医书出土的消息传出后震惊全国 上面大量药方到现在都在沿用 在历史记载中 扁鹊从三次求见蔡桓公 想为其诊断医治 结果蔡桓公却认为自己身强力壮 没什么问题 便随便把扁鹊打发走了 然而等扁鹊第四次求见蔡桓公时 只看一眼便叹口气离开了 因为他看出蔡桓公的病情已经无力回天 结果没多久之后 蔡桓公竟真的撒手人寰 可就是这样一位专家 最后竟然没留下任何传诚 而接下来的发掘 再次刷新了中医学历史 考古人员在一号目附近 又找到了另外两座古墓 其中的三号目虽然也已经被盗 但同样发现了果实加层 这里面虽然没有珠宝 可一个黑色小人却引发了轰动 像极了影视作品中的诅咒人呕 等人呕上的淤泥被清理干净后 上面竟然绘制着许多红色线条 在线条上还有标点以及文字 应对着人体的经络五丧 由此来看这就是中医常用的经络人员 考古界一致认为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经络人员 这个发现对于医学界来说 就相当于发现了原始人头盖骨 在此之前 绵羊双包山挖出过一具经络人员 距今两千一百多年 因此绵羊一直被认为是真久的故乡 而此次四川成都发现的经络人员 则打破了这一记录 等考古队将三号目清理完成 紧接着便开始了二号目的清理工作 二号目目顶只有一个倒洞 受到的破坏程度远低于前者 等将关内的积水抽干 关内竟出现了四台完好无损的 鼠锦制布机 鼠锦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 曾是四川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 在鼠国时期 绝对是实打实的硬通货 但因为清末之后战乱不停 导致鼠锦工艺彻底失传 相关学者根据这四台鼠锦制布机 就能直接让失传的千年鼠锦原地重生 这对文化历史而言 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但可惜的是 最终墓中也没出现 关于墓主真实身份的文物 由此考古学者至今还不能确定 墓主是否就是扁鹊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